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我们各位的佛友大家好 今天呢师父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让我们明心见性 让我们能够理解深奥的佛法 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今天呢师父继续要跟大家讲 怎么样用佛法在你的生活当中 能够得到自己的心里的烦恼的解脱 佛法的佛言佛语有些话 它是非常的具有哲学和哲理 佛法人生经常说了 心念决定你的言行 就是你心中的念头会决定着你的语言和你的行为 所以一个人的语言讲出来 一定是你心里想过的 一个人的行为做出来 一定是你想过的 你有这个意念了 你才会有这个语言和行为出来 所以一个人未来想拥有怎么样的人生 取决于你现在的起心动念 如果你现在的念头好的 那么你现在的 那么你人生就转位为安 如果你现在的念头 经常是称恨 愚痴 或者嫉妒 或者烦恼 那么你今后的念头 就指导的你的语言和行为 让你变得更加的愚痴和烦恼 所以很多人一生烦恼 很可怜 就是因为他的起心动念的不正 让他的今后行为受阻碍 语言出来叫出言不逊 所以一个人能够要活出自我 也就是说你活着的人要离开自我 不要整天一开口就是我啊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我受痛苦了 我烦恼了 凭什么我来受苦等等 你如果能够离开我相 你自然就不会去和别人攀比 因为没有我了 你跟别人比什么 你就不会在意别人的对你的评价 因为你没有我相了 对不对 就是太在意了 他在我面前这么讲 他是不是有意讲我吗 你这个我自在 你就会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些讲法 明明这个人根本不是讲你 你会拉到你身边来 你不讲我讲谁啊 这是人 离不开我相 如果你能离开我了之后 你慢慢的会变得乐观 人也会变得坦荡 你的生命就会变得单纯 我问你们 小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 纯洁吧 单纯吧 他没有我相 什么事情 他都无所谓 所以他活得很自在 其实想穿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天晚上 可能都是对我们的一个人生的考验 可能都是一次死亡 从早上一个黎明 就是一次重生 所以过去有很多人经常在早上醒过来 第一句话就是感谢菩萨 我还活着 谢谢菩萨的慈悲 不要再去为每一天 这个欢喜的和悲伤的这个人生 再去纠结自己的内心 所以真正的人要懂得 人生最好的回报 就是能够放下烦恼 解脱 不要让自己束缚 在欲望当中 所以很多人因为 我还要这个 我还要那个 永远的在欲望当中 还有的人 师父说他 你不要这样 你欲望太强 他说我不是欲望 这是我的理想 实际上 理想和欲望不能混为一谈的 欲望是无尽头的 是对物质的那些拥有 那叫欲望 理想是什么 是你对精神上的一种充裕 精神上我想得到一些满足 那应该说是一种理想 所以当你在人间 占有的东西越多 你慢慢的就会被这些 所拥有的财啊 物啊 名啊 利啊 所束缚 因为你再多 他也会离你而去 名守不住 财物守不住 一切都会离去 你把这些名利 赚得再紧 到最后 还是两手空空 都是两手空空 所以我们要学会 选择 选择什么呢 填补心灵空虚 选择填补心灵空虚的意思就是 不要错过任何对心灵改变的机会 怎么样来改变你的心灵 把我自变成大家 把自己的小我变成一个大我 你比方说 你说我吃亏了 你就说我们大家吃亏了 对不对啊 我赚便宜了 应该说大家赚便宜了 那你就把我像慢慢的消除掉 你心灵就不会空虚 不是为自己活着 因为为自己活着的人 就天天天静静几脚 所以我们说墨忌人生小障 可能一个人一生有多少小小的障 左一笔又一笔的 要学会放弃 学会放弃 放弃诱惑 放弃诱惑的人 会拥有新的机遇 抓住不放的诱惑 你慢慢的会负重 避之不履艰难 负重就是 你不肯放下 背在身上 时间长了 你就会走路 都会觉得很艰难 所以我们做人 无事心不空 有事心不乱 大事心不畏 小事心不慢 跟大家解释一下 没有事情 但是心中要念经 要想着众生 你就不会觉得颓废 不会觉得没劲 没意思 有事心不乱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了 心不要乱 慢慢的一件一件做 一件一件把它做好 大事心不畏 做大的事情的时候 心不要畏惧 不要害怕 因为大事也要做 小事也要做 大事也能把它做好 小事心不要轻慢它 也要把它做好 叫小事心不慢 所以想通的人 人生悲欢离合呀 甜酸苦辣 都是在于你心的开始 酸也是你的心酸的 苦也是辛苦啊 甜也是我心甜啊 辣也是我心里觉得辣辣的 甜酸苦辣 都是你的心造成的 所以心态要好 有什么过不去的大坎 人生走到今天 生在这个红尘之中啊 你只要以善为本就可以了嘛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去做了 我好像又没去做过一样 做了就做了 没做就没做 做了又像没做一样 没做又像做了一样 心无挂碍 你心自然就 趋于平和宁静 就如开放的莲花一样 自然从容 他不为谁开 也不为谁落呀 所以学佛的人 想得开的人 他一切随缘 该我的就是我的 不该拥有的 就是你的 不该拥有的 会给你带来灾祸 所以人生的道路 并不是只有一条 很多人的绝望 就是因为这条路 他觉得没路可走了 他才选择了绝境 所以我们人生 学佛人必须远离悲苦 这些悲苦 都是给我们的一种考验 有的时候很快过去了 有的时候过去的比较慢 但是一切都会过去 有的时候平坦的路 都是比较的拥挤 学佛的路 有很多的法门 大家在挤在一起 要想一想 我们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选择好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 因为只要心有勇 行之力 就是心力要有勇敢 行为要有力量 思维要拥有智慧 永远适智不移 你一定能成功 所以很多人没有缘分 会错失很多的事情 这是人生的常态 没有缘分就没缘分了 错失了也没有办法 不要有太多的悔恨和痛苦 当我们走了很远的时候 再回头望望 那些过去的人与事情 早已消失在你的记忆当中 所以真正的人生 是在你真正不懂的时候 它是很美好的 当你一旦懂事了 进入了人我是非当中 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烦恼和忧伤 因为你感受到的不是那种纯洁 而是那种人间的红尘中的鳄鱼窝炸 所以希望大家要改变命运 不是靠机遇 靠你的心态 心态好的人 万事都能变得好 心态不好的人 什么事情 就算一件好事 你也会得不到一颗安宁的心灵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些道理 过去我们人生讲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 哦一个人三十岁了 你应该自己能够独立了 立什么 学佛人应该立什么 过去讲立生啊 立业啊 立家呀 我们应该立志 好好地立苦得乐 学佛学法 人家说四十不惑 不惑之年 大家知道什么叫不惑吗 不迷惑了 明白了 那你明白了什么 一般的人明白了社会了 明白了自己了 明白了人跟人这么复杂了 而我们学佛的人四十不惑 应该不迷惑 被人间的欲望所缠绕 大胆地走出烦恼 不贪 不撑 不恨 过去讲五十字天命 你知道了什么叫天命吗 实际上用现代话讲 我知道了 人生啊 命运轨迹啊 就是生孩子啊 结婚啊 找工作啊 赚钱啊 给自己人生定个位啊 哎呀 我这个事情做错了 哎呀 我那个事情做错了 你知什么天命啊 你应该知道五十了 赶快修行啦 赶快帮助别人啦 因为留给你帮助别人的时间不多 留给自己改变自己 留给自己改变自己心态的时间也不多 留给你忏悔 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间都不多了 这才叫五十之天命 过去讲六十耳顺 看透了 看透了 看透人生生命啊 名利啊 带不走的 生命很短暂 我想通了 我六十了 坐也坐不动了 我也不会再为那些钱去 痛苦去煎熬了 你明白了什么 你六十了 你应该知道 可能要换一个景点去旅游了 赶紧要让自己找好下一个旅游点 那么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就是我们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身边 那么怎么样应该这么做呢 就是应该念经啊 许愿啊 放生啊 多做功德 帮助别人啊 众善奉行啊 诸恶莫作啊 如果你们今天还在作恶 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呢 要放下自己 七十 过去说 人到七十古来西 因为过去的人活得并不像 现在人这么长的 有的热的地方 人活得很短 那么 七十 从心所欲 怎么样去做呢 顺其自然 随欲而而 实际上 学博人到了七十了 就应该知道 好好地修生养性 好好地念经 好好地理解博法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一生还在追求 到了七十了 还在追求 一些 名啊 利啊 那么 你只能 在红尘路上 更显得 孤独 因为你所走的路 人生的路 有的是通向渡口 没有船 有的是通向荒漠 没有骆驼 我们人生走到哪一站 算哪一站 没有目标 你就会失去了 你的前进的方向 所以人为什么苦 因为 人跟人的心理的距离 在越拉越开 因为不能够 想同一个事情 不能够与日月 这个 这个 同眠 不懂得 这个 怎么样 能够珍惜 彼此之间的 缘分 所以人就会 形成 这个 这个 不能 不能让自己一生 得到圆满的 这个结果 所以佛说了 生出来 很苦 老了 想吃什么东西 吃不动了 很苦 走路 想去玩了 玩不动了 苦 病了 最苦 死了 更苦 还有 爱别离 喜欢的人 你离开他了 你这种苦啊 还有 怨 长久 就是 怨气啊 不愿意看见的人啊 你天天得看到他 你又很讨厌他 还有 求不得苦啊 天天想把这个事情求到身边 求不得 也是很苦 还有放不下苦啊 天天挂在心中 放不下 很痛苦 很痛苦 所以 行恶状 所以只有你学博的人 要懂得万物皆不动 心不变 万物才会不变 你对人家还是这么好 别人还是对你这么好 做一离 做一禅 行一禅 一花 一世界 一夜 一如来 什么意思啊 坐在那里 也有智慧 站起来 做事情 也有智慧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你的 禅定 都是你心中 有这个世界 有这个 道场 你每一件事情 做一件事情 你就像佛一样的在做 就是一夜一路来 有一个诗人讲 春来花自清 秋至夜飘零 什么意思啊 春天来了 花自然就 清了 很漂亮 秋天到了 夜就飘散了 叶子 花的叶就飘零了 所以无穷 般若心自在 叶子 树叶 春天都会变 秋天都会变 而我们无穷的智慧 你的心 智慧的心 永远是自在的 永远是这样的 不会变的 所以希望大家 与默动静 体自然 语言 要 默 就是少一点 默 动 就是行为 要安静 你的整个的身体 整个的人生 就会自然 不要看见一件事情 就心动 不要看见一件事情 就来不及的怎么样做 你就慢慢的被人家发现 你这个人 坐不定 站不住 就是静不下来 其实 人生啊 日复一日啊 我们放下了很多呀 有的不想放的 也放下了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白话佛法 这个你一生千方百计 想得到的很多东西 你精打细算 最后失去了 你一生当中求不得 你拼命的烦恼 想去把它得到 最后 失去了 你一生当中 斤斤计较 你没有得到任何 你只是 结冤 结得越来越多 你贪这个 要这个 什么都要 你的贪心不灭 你造了多少的 孽啊 你把别人手上的东西 拿过来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 藏起来 你慢慢的 你在人生 觉得享受了很多 但是 临终的时候 你又能 带走 多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